台北電台的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Maozi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款遊戲呢,就是這款星之卡幣星星同盟 那我們這款遊戲呢,它是一個可以單人或者是多人去進行遊玩的遊戲 那現在在遊戲的主畫面,那我現在特別開了一個是空白的這個遊戲 所以說目前是這邊有三個存檔都是空白的 那有一個地方是可以特別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存檔下面都會有一個百分比的數字 就是現在目前這個0%的地方 這個代表著這個遊戲的完成度 那我們先進去第一個存檔裡面 好,這個就是我們遊戲的主畫面 那我們一般來說就是玩的部分就是這個故事模式的地方 那可是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是有蠻多的這個其他的功能 像說這個是它裡面附的小遊戲跟第二個小遊戲 那除這兩個小遊戲之外呢,我們如果把這個故事模式破關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剩下的另外幾個模式 像說這裡有兩個洞跟這裡有兩個很大的洞 到時候是會開出來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主要是在Focus在這個故事模式的地方 那我們就先進去這個故事模式 那這個遊戲呢,我們是可以使用這個Joycon去進行操作的 那像Joycon的話其實我們可以知道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可以裝在這個架子上面 那如果說我們一個人玩的話就是裝在架子上直接玩 那如果是兩個人的話,一樣就是可以這樣子一人拿一個人去進行操作 好,那因為我們今天是使用單人的操作 所以我們就是使用了這個架子去進行遊玩 好,那動畫的這個是一個它的開頭動畫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跳過它 忽然的話其實我們節目時間可能會有點拖到 好,那我們就開始進去這個第一個關卡裡面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一個這個遊戲的大地圖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我們先去大地圖去做一些探索 那我們就會看到這邊有一條線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關卡 那我們就先進去第一個關卡 那我們在載錄的時候其實它是會有一些 簡單的遊戲的說明或者是提示 好,那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因為是剛開的新遊戲 所以說它會有一些很簡單的教學 像這邊 它就會教我們說要只能去進行遊戲 那像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吸 把敵人吸進去再吐出來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的星星其實是一個 它的類似金幣的概念的一種東西 好,那我們目前吸到 因為有一些敵人其實是沒有 沒有可以獲得的能力 那像我們目前畫面上這個 劍士就是可以獲得的能力之一 我們吸進去之後 往下一推 就可以把它推下來 這樣它就會變成一個 有一個 劍的攻擊的 模式 好 像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可以在 暫停遊戲的畫面裡面去看到 這個操作的方式 像說 有直斬啦 見光束啦 或者是 一些很多的攻擊 那其實 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當年玩這遊戲的時候 也是覺得好複雜 怎麼這麼多操作啊 後來其實 仔細看其實都是還蠻直觀的 反正往上扳就是往上攻擊 往下推就是往下攻擊 那這邊還有一個要特別講就是 它這邊其實是有把這個 合併能力的方式 給寫成一個清單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劍可以附上火或者是兵 或者是電 可以有不同的屬性 去進行攻擊 好 那我們進了下一個關卡 那這一帶還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跟場景互動的地方 其實 比以前還多 像說畫面上如果有草的地方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草砍斷的 那這邊其實也是一個教學 是要教我們如何去跟 跟敵人去結成同盟 OK這樣我們就有多一個可以操作的角色了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讓 我們這個遊戲過程中 其實是可以隨時讓其他的人類玩家去加入遊戲的 也是在我們剛剛的暫停選單裡面 可以去做更動 那我們現在大概已經把教學模式跑完了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畫面的右上方就有一個 簡單的操作的一個教學 其實就是它有四個按鍵分別就是對應這四個按鍵 那我們繼續這個遊戲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遊戲呢最多是 可以我們目前有三個 那遊戲最多是可以到四個角色一起在畫面上戰鬥 稍微再趕一下進步 那像這個地方呢其實就是一個需要去做合作才能過的地方 它上面有兩個開關 我們必須要同時拉一個 兩個角色同時在拉那個開關才能夠開啟這個機關 那現在這一代的話 只要這樣子上來它就會很聰明的自己跟得上來 那我們就再稍微往前 再稍微往前 我們現在獲得了這一個 有火的這個夥伴 那我們只要把上按住 它就我們這個卡比就可以把劍舉高 那火的這個夥伴它就會注意到 就會來幫忙把能力加上去 我們就火焰劍可以用 那火焰劍的話其實就像這樣子 砍出去會有火然後可以把草給燒壞 燒完之後裡面其實會有一些 隱藏的道具或者是 一些收集要素 那這個就是我們 會在節目中提到的一個 一個部分就是 一個 掉著的炸彈 那如果說 比如說如果直接用火燒的話 其實會在原地爆炸 那如果用劍砍的話 它其實會滾到奇怪的地方去 那所以說我們一定要火焰劍這樣子去砍 砍完之後它就會在剛好的地方爆炸 然後我們才能走到下面去 像這樣子 那我們剛 其實我剛有收集到一塊 一小片的拼圖 這個就是這一代的一個收集要素 只要收集到夠多的拼圖 就可以去組合出一張 一張插畫 那其實在遊戲的途中我是可以去更換我自己 我自己的一些同伴的能力 像說如果我們剛其實路上有看到一些像是 拳擊或者是其他攻擊模式的一些敵人 那因為我們其實在有點在感進度 所以說我是沒有敘事著去更換你們的能力 那這個角色是一個算是中Boss的角色 那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因為有四個人在圍毆 所以打起來其實是很快就可以把他解決掉的 那現在我們把他打死的時候 我們看到畫面上有一個扶著的這個帽子 那他就是一個可以獲得的能力 這個遊戲他的我們可以獲得的能力 除了是把敵人吃掉之外呢 其實是會有一些以道具的方式為存在的能力 像是剛剛那個帽子 其實是一種可以直接獲得能力的方法 好那像這邊這個燒起來的木頭 其實是用冰就可以把他撲滅掉的 那我們這個電腦也是很聰明的 他就自己去把他滅火 滅掉了 然後我們再燒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這片最大片的這種特殊的冰圖 然後我們再稍微 搞屋一些些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個就是要四個人一起開啟的關卡 好那這個遊戲其實跟瑪莉歐一樣就是收滿了100格 100格星星的就會換成一條命 所以就是在畫面左上角這邊會顯示的這個數字 好這個門就是終點的門 那這個遊戲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 呃 在關卡結束之後呢 會有一個小遊戲 那我們在正確的時間點按下這個 按下這個操作的話 就可以跳的特別高 那如果說我們按那個小遊戲的按得不太好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變得有點 呃 憂鬱的臉 好這邊就是結算我們剛剛在關卡裡面所獲得的一些收集要素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大概就是 簡單的講解過了這個教學觀的部分 那其實還有很多要素是沒有辦法在一次的節目中講的 那 就 總之我們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那一樣 感謝各位聽眾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